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不要佩戴口罩便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共同防疫 仍仍有责 接下来要带您进入今天的重点新闻 车祸现场 机车骑士倒在地上 表情痛苦 一旁轿车驾驶赶紧报警 救护车来了 赶紧对受伤的机车骑士进行包扎 热心的路过民众站在路中央 撑着闪就怕伤者晒伤 车祸意外发生在8日上午 地点在田辽河人一路福虎桥 往市区方向的执行机车 与准备左转的轿车发生差状 机车骑士弹飞出去 撞到挡风玻璃之后重摔倒地 它冲得很快 所以赶快一闪 所以你要左转就对了 我是要上桥 警方钓越附近的路口监视器 发现两车车速都不慢 经过路口都没有减速的迹象 这地点是蛮常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 该处是一个比较大的路口 通常都有车只要左转往扶虎桥的方向 这个时间点我们人一路要往失去方向的机车 可能有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转弯的汽车 在这个路口才可以避免车祸的发生 当然我们转弯汽车也要离让我们的执行车先行 那详细的造势经过 我们警方会后续的调阅 路口的监视器跟双方有没有提供行车影像 来做后续的车祸研判 受伤的26岁灵性机车骑士经过双方急救之后 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提醒用路人行进路口要减速慢行 至于真正的车祸原因及责任归属将进一步的调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车辆经过回田路面上上下下弹跳 不止行车像是碰碰车 路面挖了又扑 扑了又挖 让居民很疑惑 觉得蛮不方便的 而且怎么觉得他一直在挖 而且我们一直听到噪音 如果是不得已是没关系 只是说为什么不一起集中把它做 不止路面不平 施工期间噪音扰铃 让里长接获不少里民投诉 居民讲说 乡公街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挖又填 原本是说六月底要完工 现在又演 然后这个噪音啊 灰尘啊 造成居民都不好 还有你在挖的时候电话也不通 翔丰街 泰幻管线 施工期间怨声四起 就由市议员张浩瀚 邀请了水公司会刊 最主要是在近期呢 非常多的民众来反映 因为施工造成道路的一个崎岖不平 另外还有包含的 所谓的电信收讯 可能有中断 还有部分停水 还有噪音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个礼拜天呢 那整个工程大概会 小梦街加油站到立的路口 会进行收尾 然后进行整体的 道路的一个跑坡 这一件工程来讲 我们很难得 就是跟中油啦 自来水啦 一起搭配 共同来执行 那在过程中 另外也给这个电信 也一起配合来做 因为相互之间 但是整体的配合 所以包括时间啦 这个工序啦 这个一个调整上 会比较长啦 也比较困难啦 这个但是总是为了后面 整体的那个 整体安全性的考量 也是必要的一个过程 不过从立的路到海关宿舍 因为要避开湘寒 施工难度高 预计要有十个工作天 强光街立德街街口 一直到中油加油站这一段 我们会先行 来做全面性的跑坡 那后续的话 因为在这个海关宿舍前面 这个经过湘寒 那施工上比较困难 再加上要配合中 有一些断流的一些 必要的技术上的程序问题 所以大概我们预估 十个工作天 大家可以看得到 现在过去就是因为管线 有部分的一个浅埋的一个原因 所以你看只要 简单的一个湿瓜的时候 就会看到油管 其实离我们的地面 其实非常的一个近 所以很容易就造成 只要下面的油管经过 非常多的一个车辆 压 就是它重量压上去的时候 很容易就导致油管的一个破裂 造成我们道路的一个下陷 所以这一次的工程呢 也把所有在下面 原本呢 它的位置 状态不适当的这些的管路呢 同样的一个做一个整并 降丰街是通往海滨地区的重要道路 居民等了好久 老旧管线终于要更换 要摆脱烂入亡的民生 只能请居民再多忍耐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趋缓 但是三级警戒依旧延长 国民党机动市党部和机动市民众服务社 看见疫情下边缘弱势民众的需求 特地购买一批民生物资 包括白米面条以及罐头等等 分装成70包左右的防疫食物包 送给边缘弱势民众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 输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那其实这一次最重要的疫情 伤害到的是一些民众 他本身不是中低收入户 然后他又无法申请到纾困的补助 这个部分对他们的家庭 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捐赠 然后给一些边缘的民众 让他们能够 现在这个阶段能够渡过难关 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些资助 主席在平民 他也没有地方可以目击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主委就发动这些 我们民众服务社的各区 及基雄市的一些善事人士 来做一些疫情的公益活动 这些防疫食物包将由各区民众服务社理事长 交由干部和志工们亲自送到民众家里面 新冠肺炎疫情徘徊已经变成一场长期的抗疫战争 在外执行的远警也面临相当高的风险 因此七堵在地信仰中心 庆济工特地结合机动市议员杨秀玉 制证300套新冠肺炎快筛试剂 给警察局第三分局的七堵派出所 感谢园警们的辛苦 基于取资社会 用资社会 我们警务人员是第一线的防御人员 那我是认为有这个需要 本公基于这个基本医务 我们应该借一点力量 谢谢 尤其是我们的警察同仁 他们常常接触一些可能一些嫌犯 那我们也不知道说他们的一个 所接触的这个群众 还有这个民众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的这个柯主委 他也很发想是保护 就是让我们这些警察员 多了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 保护我们的警察同仁 也是保护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收到这批快筛试剂的警三分局 分局长和七堵派出所所长 都满心感谢 庆济工和杨秀玉对于警察的支持 这次在这个三级警戒期间 尊重本所快筛剂 让我们多一层保障 尤其是在现在的疫情 很严峻的期间 保证我们同仁 我们也会好好地善用这个快筛剂 谢谢 警三分局也呼吁民众 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 戴好口罩 请洗手 一起做好防疫工作 也避免违法被取缔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刚烤好的蛋挞 以及波罗面包和葱饼面包 香味四溢 业者也贴心地分装成 一盒盒的小餐盒 由于业者认为不是捐赠什么了不起的物品 不想露脸 也不想透露店名 因此私下自己找上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请他以议员的名义 带为制赠给七堵疫苗接种站的防疫工作人员 杨秀玉则认为这是业者的爱心 自己不但亲自到店里取货 到了位在七堵火车站的疫苗接种站发送小餐盒时 也主动告知是位在七堵市中心的两金蛋挞基隆店业者所送的 虽然一个餐盒里面只是一个蛋挞 配上一个破落面包或是一个葱饼面包 也希望带给辛苦的防疫工作人员一点暖心的小确幸 不但发送给疫苗接种站的七堵卫生所护理师们和区公所人员 也发送给维持秩序的警察人员 以及载送长辈前来接种疫苗的防疫计程车司机们 杨秀玉也一路搬着餐盒走到火车站里面台铁员工接种疫苗处 制证餐盒给协助政府替属于第七类的台铁基隆和七堵站断 大约九百人的台铁司机员 以及工作人员接种疫苗的七堵医疗群执行长 纪乃正医师所带领的基层诊所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苦 我们医师工会医师能做的事情 第一个赶快去发现怀疑确诊的人 第二个就是协助政府赶快把这个疫苗给施打完 那我们基隆市在林市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施打率 是全国排行很前面的 相当的好 那我们自己也负责了这一方面 他们工作上会不会比较放进 他们是属于 他们今天施打的是所谓的 关键类的第一批词的人来施打 所以大家比较来执行的话比较安全 疫情下所有大小商店的生意都受到影响 送的小点心其实并不多 却让这群政府和民间一起组成 默默服务大众辛苦的防疫工作人员 有着被看见被鼓励的温馨感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专选 摄影比赛 资金高达486000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影像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查活动官网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烟回来 哦 对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教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爸 你给我一包烟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烟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软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冲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 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基隆慈芸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似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营养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芸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有台湾龙珠之称的基隆雨 每年4月左右开放登岛 今年遇上了疫情影响 基隆市政府今年5月14日开始封岛 但现在第三级警戒 渴望在7月12日为解封 基隆必杀雨港业者很期待 三级警戒到现在 也快两个月过去了 那一有7月12号这个消息 要做为解封 各家业者都开始积极在 做一个船只的准备 就像我们基隆船六业四艘船 像今天大家所看到的 我们已经在换一些 主要的装备的机油 柴油滤网等等的耗材 这几天不少船主到港边 准备船只做好万全准备 也有旅行社业者来电接洽登岛行程 就等政府宣布为解封 是根据之前三级之前的一些 譬如说载客降载 或是采梅花座 全程戴口罩 然后凉额温 手消毒等等的这些措施 这些我们都是有跟他在谈 就是一定要跟所有的旅客都讲清楚 我们到现场来 我们会做这些措施 船只的这个整个降载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到底要降载多少 那中央应该也会有指引 那我们地方也会跟这个船家来做一些讨论 希望能够把这个船只的这个降载的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确定 那第二个部分呢 也就是上船之后的这一些相关的防疫作为 包括座位区的规划 还有呢 包括很多的这一些消毒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目前碧沙鱼港有19艘的娱乐渔船 提供几涌雨观光行程 等了两个月 总算有希望为解封 业者希望疫情快过去 观光客渐渐回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全台进入第三集警戒后 包括餐厅禁止内容 关闭观光景点 及要求夹娃娃机店等娱乐场所停业等 防疫措施纷纷出容 也影响许多行业经营 为了协助这些配合防疫停业的业者 与民众度过难关 金融市政府提出多项纾困方案 在地方税部分 包括房屋税 使用牌照税 及娱乐税等都有减免措施 尤其针对娱乐税 金融市税务局不但主动停升 更以三个月为基准 优于全国 像这个车辆停用的部分 还有包括房屋 包括饭店旅馆业 它停业或是没有使用的楼层 还有包括娱乐税 就是娱乐税包括八大行业 因为全部都停业 还有娱乐业的话 其实也是包括舞厅舞厂 电子游戏业 这是电动玩具 然后还有KTV 还有包括自动贩卖机 就是夹娃娃机 这些其实影响很大 因为全部都关了 所以我们都是主动减免 我们金融市政府 因为市长非常体恤民众 其实本来是减到六月底 那市长特别加败说 我们就是比其他县市的话 更照顾民众 我们是延到七月底 我们主动减免到七月三十一号 民众有缴纳困难的部分 还是都有来办理延期跟分期 而在三级警戒解除后 如果营业仍因疫情受到影响 也有减免及延长与分期缴纳的优惠 不过需由业者与民众主动提出申请 七月底之前 我们也会在发文提醒民众说 从八月一号开始 如果政府解封以后 我们就会恢复正常课税 所以民众有停业 或是部分减少面积 或是减少机台 什么等等 就是要来申请 很重要 要来申请 才可以符合免税 对或是那个 如果有困难还是可以继续办理延分期 那延期的话最长能延到一年 分期最长最长可以看税额大小 最多可以三十六期 作为房东 对于成租室友店铺的业者 金融市政方面也提出租金减收及延角措施 需要减轻业者压力 财政处目前对基隆市室友 非公用不动产的一个标租案的部分 那我们也有因应新冠疫情 我们提出相关的一个纾困措施 那目前我们实施的一个标的是 信义市场旁的一个期间的一个店铺 还有中正区行政大楼一楼的一个 我们标租的一个做餐饮服务的一个商家 还有就是安乐区行政大楼地下一楼的那个超市 那我们目前的相关纾困措施也是说 如果市政府公告停止营业的期间 那我们的租金是全免的 那如果有营业的话 五到七月的租金是减百分之五十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假设他有转租的部分的话 他要回馈给实际 就是在那边做营业的相关的一个承租人 另外包括东岸及信二路停车场 中正公园游客服务中心 国民运动中心 及东四坑同军露营区等 处餐委外经营场馆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提出相关纾困措施 如果警戒期间歇业的话 三个月全免继续营业者 则土地租金减收百分之五十 全力金最高减百分之三十五 金融市政府目前对参案的 因为新冠疫情的一个纾困措施 那大概分为三项 一个就是说 如果他停止营业的期间的话 那他的那个租金跟权利金是全免的 那五到七月的租金如果有营运的话 是减百分之五十 那权利金的部分 我们会跟108的同期间来比较 那假设说他营业衰退百分之五十的话 我们是减百分之二十五 那最高会减到百分之三十五 金融市政府方面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纾困措施 减轻疫情对基隆各行业的冲击 齐心协力度过难关 早日重返正常生活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广说好评的美丽基隆创作比赛开跑咯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以A City Full of为主题 广邀民众透过影像记录 结合创意发想及基隆之美 用影片来说故事 带领更多人一同来挖掘 体会基隆的美丽 今年以A City Full of为主题 期待大家能用各式各样的角度 展现对基隆特有的印象跟故事 那投稿的方式分为 影片争选跟摄影比赛 其中摄影比赛又细分为 专业主和玩家主 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我们很希望在疫情趋缓以后 不论是专业的摄影达人 还是喜欢用影像记录 生活点滴的一般大众 那我们都欢迎到基隆来 走访基隆 同时呢也透过你的镜头 一起发现这座城市的美 跟它的魅力 碰上疫情爆发的2021 主办单位指出影片 不限于2021年制作的 只要是2020年1月1号 以后制作的影片 都可以报名参加 而且这次影片长度 只要一分钟 另外在摄影创作的部分 也推出了玩家主 只要您的手机内 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都可以报名参加 还有机会赢得奖金哦 如果想要了解详细活动办法 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的官网 欢迎大家踊跃创作 用影片 相片来发扬基隆的美 让更多人能透过荧幕 一同看见 感受基隆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年年收到好评的 美丽基隆征选活动 尽管碰到疫情仍然不停歇 今年加入线上学习课程 嘉惠基隆学生 今年我们特别透过 产学合作的方式 那我们准备要举办 媒体素养教育课程 希望这些课程能够让孩子学习到接受资讯 了解真相 那同时也培养分析跟表达的能力 那慢慢从一个媒体的接收者 那转变成传播正确讯息的人 这是基隆市政府一直以来 积极的推动跟努力的方向 华世代的媒体素养培养好了 还可以成为优秀的创作者 在华世代行动传播 远离假新闻的计划中 除了教导学生聪明辨别真假新闻外 还教孩子们拍影片 掌握远景中景近景的拍摄技巧 不只可以轻松拍还可以轻松剪 多练习顺畅后就可以做出很棒的作品 多多善用这个自媒体时代 手机具备的一个长大的功能 还有很多APP软体 因为商业模式的关系 所以都免费可以免费使用 那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 华时代行动传播时代 那这时候不跟 怎么在何时呢 真的好实用哦 华信国校的孩子们都好喜欢摄影的部分 校长也与孩子们一同上线 以实际行动鼓励孩子们多元学习 谢谢基隆市政府 然后还有我们吉隆有线电视 特别安排这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在这个时候来安排学生 去了解资讯的重要性 资讯的对错误 假新闻或者是假讯息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学生来说相当相当的重要 他在家里面去 怎么样知道正确的去使用这些行动载具 然后不要只是在上课 然后再拿行动载具来玩游戏来聊天 我想这个对学生都是非常正面积极的帮助 真的很帮助 在市府与中佳集合的规划执行下 预计有十场次的线上教学 前往透过华世代行动传播远离假新闻的课程中 让孩子们都能拥有思辨能力 进而拍出有内容的作品 传递温暖的能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